各位早上 這幾天我在Instagram上 投放一些我有一期 經常拍反生育的時候的recap 如我所料 人們的反應都是 很啞耳 或者覺得很難接受 很偏激 各樣的東西 也有些觀眾是由之前到現在都要留在看我的 甚至是tash了一些新聞給我 就是說一些 劏房戶 可能監獄只有幾十呎 廁所都要share的夫婦 生了幾個小孩 跟社會或記者投訴 怕小孩長大後就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覺得小孩很慘 接著 人們會覺得這些父母很偉大 甚至觀眾也覺得生育是一件很偉大 值得歌頌的東西 那我為什麼現在這段影片 單獨直入我不再講太多我的立場 因為我想你看回我之前反昔的影片 還有一路以來那些窮人生子論 或者是 要看回我IG寫了幾段東西 我想我也解釋得很清楚 其實我也有說一句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說 窮不重要 最重要是懂得教 我懂得教就可以了 我經常都會覺得這件事 如果你懂得教的話 麻煩你教你自己 你連自己人生一事無成一塌糊塗 財務都沒有自由 全部東西都崩崩爛爛的 然後你告訴我你懂得教 有些觀眾甚至很搞笑 我看到他們說 他們覺得窮人生孩子 是窮人給到小朋友的東西 是多過有錢人給到小朋友的東西 因為有錢人生孩子 他們是不愛小朋友的 他們只是想找一個人繼承自己家業 窮人生孩子 他們真的會給他愛 真的喜歡小朋友而生 類似這些貿論 我的立場都很清晰 我經常都覺得窮 那種遺傳下去的東西 不是物質那麼簡單 物質古知然比不上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 你真是少過崩 你都會很痛苦的 其實生活覺得 最大的一件事是想法 那個思維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的父母 會告訴你 大過了你要找份好工 然後買一層樓 就為之人生贏家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 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絕大部份的家人都會這樣 告訴你 讀好些書 大過了做專業人士 或者是入一間好的公司 安穩穩的 然後就買一層樓 供樓 結婚 生孩子 無限循環 幾代的繼續下去 那這件事 我反而這段影片 我不會很仔細地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再是深入一點的問題 我反而是想專注一下 為什麼我會覺得 一個人 你的父母是窮的話 或者你自己本身做人父母 是自己都一事無盛的時候 其實最大的和害是怎樣 你究竟怎樣影響你的小朋友 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我們人 人性 當我們三餐 都有問題 休止不得晚的時候 其實你怎麼會對著你身邊的人 有耐性 有愛心 說什麼大愛 根本全部都是糟糕 就是我自己真的 覺得一樣 我自己眼見 很多我自己去義教的時候 一些學校 他們的媽媽為什麼會這麼暴躁 為什麼動一些就會打自己的小朋友 為什麼小朋友 就是完全是 哭哭啊 或者是會特別吵吵閉啊 你去到那些屋邏 為什麼特別多 你斬我 我斬你啊 為什麼特別多命案啊 為什麼會特別多那些家暴 會發生在你的家 那麼 完全是跟我們的生存是掛勾啦 你吃飯 三餐都吃問題 你只是形形逆逆地 出去做一些勞動性低下的工作 然後你告訴我 你覺得你對著你的小朋友 哎呀你懂得教他們 或者你怎樣對著他們的有耐性 就是我覺得是天方夜譚 就是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那麼很多觀眾都覺得 哎呀我家人很窮 你看我現在有份工 我買到樓 我養到我爸媽多厲害 所以我都要繼續散 將這個循環不斷地下去 我不知道這番說話的觀眾 是不是自己已經散了兒子 所以你要為自己找一些理由 但是很明顯就是你現在這個年代 都不要說現在 其實以前那個年代 如果你是在suffer這些事情 你父母因為沒有錢 而什麼都給不了你 你是不是要將這些東西 再帶回下一代呢 是不是好像我以前認識過的一些人 那樣 連自己小孩子的學費都交不了 然後跟我說 哎呀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爸爸媽媽都交不了學費的 我十五六歲就出去洗碗 做清潔去找學費 那我也不覺得 我有什麼耳目要讓我兒子 去讀大學的 那樣 無數這些理由 我都聽過 不斷地去為自己的無能 去做一個理由去開脫 那也不是真的將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是你的下一代那樣東西做優先的 甚至我都聽過說 我什麼都給不了他 他才會成才 那些有錢人的小朋友都是沒用的 但同時你們會妒忌 會去說柴魚飯後 又說他有錢而已 去說一些有錢人 他們有錢 他起跑線前就做到這些東西了 他家裡什麼都學得了 十幾萬他只學跳舞一個月 那他有錢嘛 那這些 就是你們又會去妒忌 又羨慕那樣 那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窮人生孩子 或者給一個很困難的環境 的小孩子長大應該的話 那你們就不要跟我說 你們怎麼羨慕那些有錢人 又怎麼說人家起跑線贏你 又怎麼說你自己不餵李嘉誠的孩子 那為什麼又要說這些東西呢 還有你們看看現在 香港的人很大怨氣 上班下班 逼巴士 逼地鐵 不做事會死 這些這樣的環境 這麼大怨氣 這麼不開心 究竟是怎樣得出來的呢 你跟我說我窮 會得出來的結果是好 這個東西不是自己欺人是什麼 如果我是一個自私的人 我一定會跟你們所有人說 叫你們生孩子 你們不生 將來這些低下階層勞動人口的事情 誰做 你們不生 將來我老了 那些服侍我的人 究竟在哪裡來 如果每一個人 你們都是行優生學那套 你們是有能力有錢 保證到你們下一代 一世無憂才生 我想最害怕的不是任何人 而是有錢人 對不對 你們想想一件事 如果我可以用一碗飯 你們就可以解決到 我為什麼要給你一塊牛扒 如果你們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我想你們就會知道 就算這件事你們生不生 影響不了我 影響不了陳兒我 為什麼我會不斷地去 拍這類型的影片 為什麼會說出這件事呢 不要再跟我說我小時候都窮 我都相信是窮 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紅心壯志 令到他將來成材 他將來大過了一定會讓我 會有人照顧我的 其實你們根本都不在乎 小朋友開不開心 你只會在乎你自己 你怎麼可以 就是利用回 這個所謂社會 你們口中的那些有錢人 如何看待你 去如何看待你的下一代 如果有一碗飯可以餵飽你的 我為什麼要給你一塊牛扒 這件事也是為什麼 這個社會這麼需要低下階層 你想一下低下階層 他們一生會用多少東西 一個所謂有錢人 他們一生會用多少資源 你們這樣了解之下 我想你們就會明白 就是 你們的想法 其實完全是重症了他們的下懷 那麼也都 現在的人是不上班不行 為了兩餐 奔波 或者是少過奔 都過不了一個月 那還去生孩子 其實這件事 你們有沒有想過 是有錢人最想見到的東西 這類型的影片 我想我接下來也未必會繼續拍下去 最大的原因是 我覺得明白的人 就算你們只看我的文字 你們也會明白 或者你們本身的想法 但是你們不敢說出來 你不會表達 不明白的人 或者會覺得 因為我生了孩子 所以我沒辦法 agree 這一種想法的人 我就算拍一拍片 你們也不會去理解得到 你們也可能會繼續生育 甚至是逼你的下一代結婚生孩子 我有不少的女觀眾 十多歲 他已經開始被媽媽灌輸 一定要結婚 一定要生孩子 一定要有家庭 哪怕是他媽媽的新人組 家庭主婦 其實都不開心 被他爸爸抑壓得很厲害 或者他爸爸出去滾 各樣東西都沒有聲音 他們都會跟他的女兒說 你將來一定要像媽媽一樣 跟一個男人結婚 然後生孩子 這才是你人生的mission 甚至都會更加露骨 你不生 以後會老了 誰照顧你 你也要照顧媽媽 你將來要賺錢 要找一家好的公司 打一份工作 嫁給一個有錢人 那你就可以照顧媽媽 這些說話 我覺得在華人的社會 根本是完全無限 滾了幾千年 我不相信這件事是不會改變 但是我覺得視乎你們夠不夠膽 去說不夠膽 去跟別人討論 不要怕被人說你偏激負面 沒有東西偏激和負面 只是一對劏房的夫婦 或者你們在一間三兩百尺屋裡 有生成鬥 什麼禁止